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一个队人 你要如何去观赏它 阅读它 观赏它 有一个几种基本的要掌握的规律 和签议的观点 对联必要讲究的是意义情境的互相 这个重量去相比意义情境的军 这个军能是由名词 名词所产生的意象为主体 以名词产生意象为主体 在附加名词作严的这些 来描述 或者来推动它的 推动它内衡情趣的那个氛围 所以呢 名词是第一 因此名词之间的品类 也是要讲究 那名词有各种不同的名词 同类的名词 或者相近式的名词 类别相近式 或者只是一般名词 我们所谓 包括英文的所谓八大品词的名词 这是第一 那么名词之间呢 就有什么呢 名词本身的语法结构 语法结构 这个我们会细说 然后呢 要读起来声音怎么样 一样铿腔 因此就要有凭着声音的对付 凭着声音对付 那么声音里边 和语法里边 还有它 因为中国语言文字是 一个字 单音节 单形体 在单音节单形体里边 一定会掌声音部 音部就是停顿的地方 这个停顿的地方呢 又和它的词汇结构有一些关系 所以这些呢 就产生音部的段落 都要先留意 各位 你们听了觉得很纠缠复杂 但 简单的掌握 就是音和义的问题 利用中国文字一个字 有自行 自行的载体 我们各位说过 还有 如音见义 有自行自音自义 然后它要讲就是自音自义的意思 要注意点 我们在古今 古今 古部 是不是 古今 古部里边 又觉得这里 也是一个 应部地方 但是古今任静 和古部的部 哪一个你会使得它停顿的 是坚拉 古 对没啊 演的男,武京獨佈演的男,這個男,比這個,有了,重要 文武、文化、吳不達,因為他等於上年的最後 所以這裡呢,要比這裡,又要更強 所以我們讀起來,武京獨佈養的男,文武混亂入黨 所以呢,他的停頓的時間長短就是第一,就是第二,第三,就是第四,就是第四,就是第四 他的停頓的時間,滿四的都差不多 那麼,停頓的時間也長,你說這個是這身,這身,這是平身,這是這身 然後這個是平身,這個是這身,這是平身 在這一些地方,他兩兩要相反 所以,這些,和誰相反,和下面都要相反,和下面,下人要相反 所以,團以歸山,為國式,形成設議無方 你看,這裡就是他的一,這裡是他二,這裡是他三,四十 我們來看看,就拿平正 平正來看,金漢是怎麼樣 平正,國務的不,是正,平,然是平 平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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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正 不必相反 但是如果呢 你意义上 有時候沒辦法的話 最重要的一步點 像這個 這個一當然 這個一 這個一 三 大概呢 這個一二三的地方 要相反 第四的地方 果然不凡 也無所謂 因為它地位怎麼樣 比較次要 所以對聯的這個 憑著的原理 就是在 陰部 陰部有輕重 重要的地方一定要怎麼樣 要相 上年 我們讀的說是 古今 讀部 養眉朗 文武 昆望 不打 還以 揮聲 為博士 行省 社裔 無雙 當 各位有沒有覺得 讀起來 異陽頓抽 啊 啊 隊員要講就是 聲音的 相反的 異陽頓抽 必須要 必須要講就是 越重要的陰部 一定要對 一定要相反 可以 比如說 比較不重要的 五 這裡是 上生 那 黃 平生 像這樣 是 算對我們 度 是陸生 非 平生 也相反 那 陽 這生 為 平生 好 美 平生 不 正生 文武 你看這 文安 行 重要 都平生 所以像這個文安 行 這不是很重要 亂 亂 是正生 聖 是平生 那為什麼掉呢 因為 溫暖 亦人 不規 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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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亂子 不 無 這 大部分 都是 兩兩相會 那 比較不重要 就可以 不考慮 這是 對 人的 第一 講究的地方 一般人 不太 完全 了解 所以 對於 這個 對人的 生命的 問題 常常 忽略了 他的 重要 陰部 重要陰部的考量 好 就意義來說 意義來說 我們要先觀察 父子結構 所以 我們 會有一 有一兩次的課 會和各位 好好說一說 我們中國語言的負責結構 是怎麼結果 如果各位能夠把這個了解 你 那你讀幾個文來 你自己造成句子 能做幾個文來 就不會 有一種 語法或者各方面的毛病 所以 父子結構 是很重要的 尤其在 詞 詞 對 父子結構 弄清楚 你覺得對我 對我 譬如說 武軍 這是一個怎麼樣 武安軍 是一個 立位相同 連相反 意義分量相反 但相反結合的父子 環羽 環羽 卻是怎麼樣 卻是意義相同 黃安語 意義相同 得一個 當意義分量相同 就拿意義分量相同 這叫聯合式 兩個字的意義相同 所過程的固執 它就可以對我 而且算你公主 獨步 這個獨步 飛生 這個獨來熙龍 飛來熙龍 飛來熙龍 所以它是一個 組合式的 一個母子 梅蘭 歐史 也都組合式的母子 而文 就是 就是並列的怎麼樣 單職的結果 你並列的 文武分量 你這叫 行、省、色 無雙、不擋 不來熙龍 不來熙龍擋 不來熙龍 不來熙龍 也是一種組合式 只是它是一個 負責性的組合式 而它是怎麼樣呢 名職性的組合式 但是基本上 對我 那麼以下我們要講的內容 開始就要講 這個對聯的 憑著聲調令 這個規律 各位把這個打通了 你對詩啊 詞啊 曲啊 的這個音律的問題 憑著聲調音律問題 就通了 我告訴你們 不是用被 是用一種 原理性的 凡事一分析 就有原理 把這個原理 弄清楚了 就活著了 學問就活著了 包括現在開始 我們講這個 憑著的規律 和憑著變化的原理 我們有個稱禮叫什麼呀 百遍不離其中 抓住了變化的原理 你這個原理啊 將來可以運用到什麼呢 連詞裡邊的稱字 尤其取 兩岸研究這方面的學者啊 最不能掌握的就是 稱字如何加的問題 還有哪一個句子如何增字簡字的原理 原理掌握了 無所不通 我們要談第一 第二 就是告訴各位 一些詞彙結構的 詞彙結構的 那個原理和它的方式 各位把這些原理掌握住了 你甚至於就可以創造新詞彙 就可以有新的詞彙 而讓人們接受 在寫作上 尤其古典的寫作上 也就可以 比較固扬而準確 好 除非結構以後 也要告訴各位 語法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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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語法的結構 弄清楚了 你對古典詩詞乃是古文的解圖 就可以有人讀阿曼容易打通 這些整體詞 就是 著作 欣賞 評論 對聯 運文學的鑰匙 我們要說的是這些 所以這個對聯這個 我們花時間的講述 就會比什麼多啊 比以前那個要多 因為這個各位是不容易自己看得懂 其他 古老 可以的 這個都說 比如說對聯裡邊 我們所觀測到的 對聯裡邊 他的定義是什麼 誰啊 對聯 他的這個 一個根源 普及 是律師的這個什麼樣 罕名簡言 可是對聯呢 他的這個 更基本的根源 是中國 語言文字裡邊的 單音結 單形體 產生的自然現象 你們回顧一下 你們回顧一下 各位所讀的四十五間 詩間 先情諸子 是不是裡邊有許多 本身就是一種 對我啦 只是他的對我怎麼樣 不是我們現在 嚴格的對我對 但是他是這樣眼鏡下來 下欸 譬如說 那個春聯 運用非常大的春聯 我們在這書裡面有沒有啦 也都說啦 各位自己看啦 就可以啦 春年的各種說法 以前都說是清代人說什麼 是年太子 那有說是這個什麼呢 蘇東坡 也有說是 後俗的 花雷夫人的那個 夢場 但是 我引用了最新人家的研究 敦煌遺書裡邊 敦煌裡邊 就舉出啦 在唐代 民間的許多的 這個 這個節慶春聯 這是一個什麼 鐵的證據 可見春聯的這個 慢慢的成為習俗 是在民間老早的 這是一個很小的學術的現象 各位可以看出 古文獻的記載 不一定是正確的 而現在 新發現的資料 可以證明 唐代在民間就剩下 類似這些 我們都怎麼樣 書裡邊都 引用解說的很清楚 各位自己看就可以了 好 現在呢 我們就來談談 憑哲理的問題 憑哲理呢 首先也要了解 什麼叫聲調 這個聲調 是語言學家 給各種不同的說法 但平常驅入到底什麼東西 我底下給各位說的是我個人的體負 我不敢和語言學家正常懂 可是我這一套理論 可以解說我們的一名學 憑哲理的言語 然後這一套理論 我建構起來後 也可以解說我們憑哲理的言語 所以我還是堅持我自己 我們有所謂四三 各位四三 就是 牛傻屈露 那把它落實的話 我們拿 這是這支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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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讀它的時候 是 咚 聲音可以怎麼樣 是平舒的往前進 箭頭就是很無限掌握 咚 就是先意 後有 咚 咚 下墜 咚 這窗 聲音出來了 馬上去 是不是这样无法 因此我们国语的注音符号 声调平生怎么样 是平的 基本上都省略 可是想生的怎么样 就这样 后来平生和阴阳 冬 这个冬类是往山梁 这个是元代以后才有个声调 叫阳平 所以国语是从元代的四声来 所以我们注音 平生 阳平 就往上飞上去 上声就直接 去声就拉下来 其实就是这种符号的引用 也就是说声调是这样发生的 所以什么叫声调 没有人给他一个定义 我呢 就给他下这样定义 为什么有声音 就是物体震动 才会发出声音 这是物理学上 震动 于所有 就 就政府 越大 震动的弧度越大 声音会不会越强啊 所以说阴强 阴的强弱 那强弱就是 政府的大使 震动的频率 就像我们唱歌 你说 咚 震动的频率 打高 咚 所以震动的频率 什么叫频率啊 每秒钟震动的次数 就叫频率 频率有大使 频率越大声音就怎么样 越高 频率越小的 声音就越弱 所以声音 又有高低之北 强弱之北 高低之北 还有 咚 震动的时间长 咚 咚 震动的时间小 所以认识的声音 又有长短之北 这是世界各国 认发出来声音的共同现象 有什么 有强弱高低长短 可是我们中国的声音 却有一个特色 这个特色啊 就使得 我们的语言 产生了和一般的民族的语言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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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音波 运行的 运行的方式 路线不一 比如说读动的时候 动 是评书的 读动 是先易豁扬的 音波 运行的方式 各位知道 声音一出来 会不会声音有速度前进呢 现在的飞机有超音速 可是音波有速度 音波运行的方向有下坠 就去声 音波运行的时候 一出来 就没有 就有入声 所以声调就是我们中国语言怎么样 非常大的一个特色 你会知道 这个特色 直到什么时候才发现 直到奇梁之间 因为翻译佛经 从印度的语言一比较 才发现 我们印度的语言里边 有一些近视的地方 那就声调 声调一发现以后 大家觉得 这对音乐性 关系很密切 所以我们的文学里边 才用人工 来组织声调的变化规律 所以才有声调力 这个集合 特质 北极 是我们现在的国语的声调 请各位看我的嘴唇 我用古音 就是闽南语 或者客家语 或者是广东语 广东话 集合 是 集 哈 嘴唇最后是怎么样 闭起来 那就是因为它最后的一个音 叫双唇 发音不会在两个屏地方 叫双唇 声音堵住了 不出来 叫射音 火龙不颤抖 是轻音 所以 合起来叫双唇 轻 声音 所以 入声 就是 我们的语言里边 古代的语言里边 有一种声音 被堵住在双唇 这里 带P P 就是双唇 轻 声音 好 再看 一下 特词这两个 双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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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 蛇头被 堵在这个蛇头啊 你们自己使用 双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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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叫尾巴叫韻尾 有色音韻尾的 就叫做入山 那因為色音韻尾 語音的這個眼鏡是越來越簡單 因為人類的發音 在古代因為交通不發達 各地方各自一個區域區 不相亡 所以區域就很大 大語言的分野就大 後來交通越發達 溝通就會慢慢互相融通 語音也因此越來越簡單 所以古代的路深到南宋以後 南宋以後 去年代以後就消失了 入生消失 所以這個呢 集合變成陽平生了 特質就變去生還有平生了 北極平生了 那各位看看 這六個字裡邊 一去掉色音韻尾 是不是變化有平生 有賞生 有去生啊 所以入生消失以後 入生消失以後 他就被變到平賞去生的聲感 這在元代就是產生了 可是 在運文學裡邊 尤其詩子 南曲 他都還保留了 他都還保留了 舞音 就是入生的這個特質 入生的特質 他音樂結合在一起 也產生了一個音樂的這個特色 所以各位 所以各位 讀中國文學的 不能夠怎麼樣 忽略四聲 尤其忽略聲調 是這個緣故 這是第一 那麼我們再來觀察 這個四聲 就是 他有什麼 職信 剛才我們說 你看 有劍頭的 表示這個聲音 可以無限的怎麼樣 延長 所以他長音還短音呢 各位要反映一下嘛 長音 那入生一朵朱了 所以是短音 所以四聲裡面是會有兩個類型啊 長音 短音 長音哪誰叫長音呢 平上去 是長音 短音是入生 還有音波的運行來說 運行來說 運行來說 平生是平書的前進 可是長生是先欲獲養 平不平啊 不平 去生是怎麼樣 下墜 也不平 那入生平不平啊 聲音還沒出來就被堵住了 無所謂平不平 所以他是中性的音 就平和不平來說 那麼就強和弱來說 請問不平的音 比較強 還是平的音比較強啊 當然是不平的音 當然是不平的音 對不對啊 你如果這樣子 打人覺得打不死 可是你曲折了 再出去有力量 所以跨海的能量 為什麼要那麼多 來支撐他 很弱啊 為什麼四根柱子 可以撐很多的建築 因為他不平 所以不平的摺聲 不平就叫摺 摺 古人也寫成摺 寫成摺 那個摺聲 屬於強的音 平的音呢 屬於弱的音 因此入生 如果要選邊站 各位覺得他選平聲 還選摺聲呢 因為他一出火 聲音就沒了 所以是屬於機械的音 機械的音 本身就是驅善音 搶的音 所以我們為什麼說 平聲就是平聲 賞氣入鬼 這聲 現在懂了嗎 賞氣入鬼 這聲 因此 四聲就各位可以歸納 平不平一個類型 長短一個類型 還有就是什麼 強弱 有這三個類型 有這三個類型 評測 長短 強弱 是不是可以推演出來啊 我們的 聲調率 評測率 就是根據這什麼 這三個例子做基礎 各位一定要記住這三個例子 下邊的原理才能夠歸納出來 變化的道理 就都建立在設三個基礎之上 如果沒有先弄清楚這個 下邊就不好講了 平正 還有長短 強弱 本身是不是對立的啊 都是對立的 對立就產生一種衝突 那如果平平呢 或者遮遮呢 那本身就產生一種和諧 對不對 兩個聲調 如果就平這一來說 平平 遮遮 這本身都是一種和諧 如果平 這 這平 本身就是衝突 而我們的父子 請問各位 是幾個字 為基本單元做幾百 一個字 但是兩個字為常見 對不對 那麼兩個字的話 所以我們的父子裡邊的聲調的結構 就可以平平 可以遮遮 也可以怎麼樣 那樣衝突 先平 或者 或者先對 或平 這時候不簡單 所以父子裡邊的平遮結構 就產生這四個類型 然後整個句子的平遮力 就是建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 這基礎是什麼呢 這平遮遮的基礎 聲調 你聲調間要和諧 另外 音部與音部之間要衝突 也就是平遮遮的這個基本原理 就是用相同的和諧 和相反的衝突 產生的營養動作 的基本道理 所以 如果我們說補言 補言五個字啊 二 一 這樣的補言 我們這兩個字 聲調間的和諧 我們先從平聲開始 你說我們用平聲 來做開始的話 那麼第一個音部就是平平 第一個音部 第一個步子 音部間要衝突 所以第二個音部一定要怎麼樣 遮遮 和諧 和諧 本身 我們自己 總共和自己 勾於不起 所以不一當然是和諧 如果我們和諧 說 哦 這是和諧 這是和諧 可是音部音部之間一定是衝突 你看 祂的這個組織結構 五元裡邊 就有這樣的現象 這樣的現象 那如果七元呢 那麼這個 這個是和諧 但是他之間 又重複 所以你看七元的話 就均衡 三個和諧 三個重複 各位知道 宇宙間啊 有很奇妙的基本能力 就一定要均衡和諧 既是這間要先衝突 或和諧 好 如果五元以七元來說 那麼第二季 要和諧衝突 這這 平平 這這平 這季和諧 要和諧 要衝突 然後呢和諧 就是 就是在連罪下來 他那和諧 就這這 林平 這這 這 這就要和諧 如果絕距的話 各位 絕距是四季 衝突 和諧 然後又怎麼樣 又衝突 林平 這這 林平 這 這直接 又衝突 把各位 所謂是 不認 所謂是 和諧 所謂還是 採取一種均衡的狀態 往下 各位排列組合總盔了嗎 八句的律師 就在 和諧 衝突和諧 起結構是一樣的 再延伸 再延伸下去 再延伸下去 你記住這個原理 你記住這個原理 下面稍微變化 整個評測力就出來 憑著的這個 正規的隔離出來 正規的隔離出來 再運用我們 這個 平常驅逐四孫的直性 長短強弱 長短強弱 憑著 基本原理 變化是 無所不通達 所以讀書絕對不能使記 這些道理 是我分析出來的 自古以來 講評著力 都是講死板板 不對的 我們下一次上課 再告訴各位 變化的道理 把古人的詩句拿來 一檢驗 你叫無所不通達 你叫無所不通達